2016年1月4号,百个时事为您整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来看中国报的评论题为,反正死的是别人。 中国报真子曰作者真子玄一开始就在文中说道, 开学在即,家长发现一些小学课本,破烂到像出土文武。 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什么? 不是因为学生太用功,而是家庭和学校教育不用功。 双世界教育,教不好小朋友好好珍惜课本。 日本人有理,环境整洁,是因为他们有多一份为他人着想的心。 破窗效应告诉我们,一个大楼有玻璃窗被打破了却不修补, 别人有样学样,以为大楼没人管,于是把其他窗也打破了。 没有责任感,就没有文明度。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指出,反正东西不是我的, 暂政倒霉的是别人,这种反正死的是别人的终极中心思想, 才是最糟糕的一颗恶果。 第二则评论我们来看光明日报的, 七十亿人都要知道。 华山论件作者提到, 一年又过去,许多百姓都在喊去年过得很苦, 今年更加不敢想象。 就算是车油跌价,欢呼场面也显得平静的不可思议。 理由就是,小小的跌价,遇见恐龙般大的百物起价和生活压力时, 还有什么值得欢呼的? 作者进一步阐述,新的一年,朝廷若要百姓对前进有信心, 首先要绷住那些胡说八道, 对民生和经济半桶水的朝廷大官的大嘴巴。 其次是别狮子开大口, 卖东卖西就说问题解决, 百姓要的不是所谓的表面问题解决而已, 而是为何没人入罪, 没人负起责任。 不只百姓要懂, 五湖四海七十亿人都要懂。 马国荣登全球第三大贪污丑闻国家, 一句问题解决, 怎么可以算数? 别当老百姓和亲家人们是三岁小孩了。